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 就是中国即将发放的数字人民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自从去年下半年的开始 中国已经在中国的深圳吧 应该是在深圳已经试点发行数字人民币了 我在网上呢,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看到 有一些个人就在网上晒这个数字人民币 它试点的形式呢,它就是会给有些人 给他们一部分这个数字人民币 比如说我前一阵的呢,就看到有一个网友在网上晒 他得到了是250多块钱的数字人民币 有链有整,好像254块三毛一就这样的 反正是数字嘛,数字人民币也就只是一个数 它和成章的纸币人民币不一样 那纸币你要有零有整的话呢 你就会得有一百元的,有50元的,有20元的,有10元的 对吧,还有呢,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等等 那这个数字人民币呢,你就是在你的这个手机里面 以数字的形式,就是一个图片而已 那这个背景呢,就是人民币的纸币的一个背景 那上面就是一个数,254块三毛一 那他呢,就拿着他的手机就去花 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花呢,都能花出去 就让他感觉到呢,就好像是用支付宝来支付 用微信支付来支付,是一样的 一点都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同 那现在呢,中国我看到这两天呢,有报道 中国现在已经部署好了 已经是支付宝平台 微信支付平台 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界的一些科技公司 现在已经从技术上都做好了一个全面的部署 就等着哪一天 一声令下 全国就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了 那全国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了 你准备好了吗 从知识方面你准备好了吗 你知道这个数字人民币对于我们平头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世界上的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那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去美元化 去除美元霸权 这意味着什么 那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今天呢,在网上寻找 查了半天呢,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讲一讲 人民币是不是要把美元吞下神台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使命 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个使命 我现在呢,没有找到 但是呢,我找到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专家 这个是呢,我在前面已经读了他几篇正论性的文章的那个公众号 叫静思有我 这个静思有我 他写的正论性的文章呢 是非常好的 逻辑性呢,非常强 切中要害 而且呢,他说话 喜欢打比方 喜欢深入浅出 特别的容易懂 那当说到这种实事正论性的文章呢 好像不需要那么深入浅出 我们大家也能懂 但是说到金融的话呢 就需要像静思有我这样的一个 能够深入浅出的把一个问题讲明白的人 那我就发现呢 这个静思有我 他的主业实际上是金融哎 我就发现呢 他在2020年7月的时候 一次性的发出来了156篇文章 这个编号呢 就是0001到156 他总的这一类呢 他归结为他叫货币浅说 让金融走下神坛 你看他这个大归类的这个名字呢 你就知道 他打算用深入浅出的这种方式呢 给我们这些外行 给这些普通人来普及一下金融 我刚才已经说了 在2020年7月 他一下子发出来了 第一张到第156张 那最近的几天呢 他又发布了157 158和159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配合着 中国要推出来这个数字人民币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三篇文章能够为我们理解 数字人民币会不会把美元推下神坛 做了一个基础知识的准备 那现在呢 我就把这三篇文章给大家来读一下 首先这第157章 他说 上一章我们说到了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的分歧和渊源 集中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犹太人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 就在耶路撒冷这一块居住 后来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 建立了非常辉煌的文化 留下很多古迹 只不过是后来被别人撵走了 但是耶路撒冷在他们心中非常的神圣 而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生活的地方 是耶稣传道遇难复活的地方 那更加是神圣的不得了的一个地方 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来说 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从这里到天上去接受神的旨意的地方 然后又从天上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人间 然后才在人间步道 所以这地方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排名在他们内部大约是排在第三 因为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来说 第一圣地是麦迦 第二圣地是麦迪娜 第三圣地是耶路撒冷 但是重要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从公元六世纪开始都是波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 一直到1948年联合国开会 才让犹太人这个在外地流浪了一两千年的游子回到了这里 犹太人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 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 后来自己慢慢复国 然后又慢慢的被别人征服 一直到公元四世纪左右 彻底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从那以后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流浪 一直流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8年的时候 联合国开了一个会 确认犹太人在中东那个地方有居住权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当时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说 在那个地方建两个国家 把两个方面的人都照顾到 一个国家是犹太人的国家 一个国家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犹太人的国家叫以色列 阿拉伯人的国家叫巴勒斯坦 但是这个决议阿拉伯人都不同意 其结果是什么呢 其结果就是连续爆发了五次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 截止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截止到美国人跟沙特阿拉伯来商量这个石油美元的事的时候呢 发生了四次战争 这四次战争每一次的经历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相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每次都是一对多 所谓一就是以色列 所谓多就是多个阿拉伯国家 在四次战争当中 明面上第二次战争 阿拉伯国家的参战国家只有埃及这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每一次中东战争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在背后给参战的国家撑腰 所以我说每次战争都是一对多 所以说历次中东战争基本上都是打群架 但是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就是 这历次的群架当中都是一个人打赢了 这一群人打输了 这一群人就是阿拉伯国家 而沙特就是阿拉伯国家 所以就军事力量来讲 阿拉伯国家还处于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伯国家也确实需要一个大哥 来适当的主持公道 用我们的话说 这算是沙特面临的一个民族矛盾吧 另外在阿拉伯国家内部 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 而沙特是逊尼派的老大 伊朗是什叶派的老大 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大 这相当于是自家兄弟之间的矛盾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其实沙特这个国家 它面临的伊斯兰内部的矛盾 和外部的和犹太人 以及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都是非常严峻的 这两个矛盾都需要一个大哥 居中调停 或者说谁能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大哥 肯定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跟他谈条件 说你卖石油只接受美元 然后我当你老大 这基本上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就这样 美国和沙特达成协议 达成协议时间大约是1974年到1975年 美国人和沙特达成协议之后 然后趁势而为 就跟几乎所有的欧派克国家达成了协议 让所有的欧派克国家都同意了 卖石油用美元结算 当欧派克这个大家庭同意了 卖石油收美元的时候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下一张再说 好 现在是158张 上一张我们说到了 美国人和一帮拥有石油的小弟 通通达成了协议 这帮小弟卖石油的时候 都只认美元 这就好比是我们有一大帮兄弟 兄弟都要吃粮食 但是粮食却掌握在十几个兄弟的手上 这些兄弟都一致同意 想要买粮食都必须用大哥他们家的货币 这样大哥他们家的货币就继续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我们在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 讲到大家之所以都同意国际贸易都用美元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大哥同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美国人自己的商品也比较厉害 他自然是只收美元 现在美元兑换黄金这事没了 但是呢 买美国人的东西自然是要收美元 同时买有一群小弟手上掌握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商品石油 我也把它称之为粮食 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也是必须要用美元 这样一来大家就还是跟过去一样用美元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出 如果纸币不和黄金绑定的话 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用这个纸币呢 那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有一些很重要的商品 如果能够想到一种办法 让大家在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 必须要用某一种纸币 那么这个纸币就能够在市场上 在江湖上流行了 在一个国家内部 国家的强制力可以要求所有的人 都必须用这个国家的法定货币 而在国际市场上 目前还没有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强制力的机构 来要求大家用某一种纸币 我们虽然有一个联合国家 简称叫联合国 是有这方面的职能 但是它没有足够的强制力 虽然没有一个机构有足够的强制力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哥 他可以用一些比强制力更弱一些的力量 我们把它称之为软实力 加一定程度的硬实力 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大哥就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 这个规律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适用的 如果说未来人民币要走向世界 那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有哪些商品必须想什么办法 让大家都用人民币来购买 于是人民币就能够国际化了 至于你能采取什么措施 那应该是一揽子的综合措施 这种综合措施应该包括贸易的力量 也包括文化的力量 包括政治的力量 当然也包括经济的力量 当然也还包括军事的力量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而美国作为大哥 他之所以能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也就是他不再同意美元兑换黄金之后 依然能够让全世界继续使用美元 我个人认为 虽然他有很好的战略的谋划 战术的技巧 但是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的综合国力 我在讲美元和石油绑定的时候 花了很大的篇幅 比较细致的讲了中东地区的宗教矛盾 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的矛盾 其中错综复杂 我却不厌其烦 这些非财经类的知识 本不该在财经节目里面细说 而我却选择了细说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想暗示朋友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而最终能够控盘这样一个局面 依靠的是强大的综合国力 我们经常谈论所谓的美元霸权 表面上是一个金融领域的话题 事实上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话题 我们说美元霸权 其实也就是在说美国霸权 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 它是一体的 没有美国霸权 就不会有美元霸权 那么我们自然能够从逻辑上得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 那就是美元霸权崩溃的那一天 也就是美国霸权崩溃的那一天 因为只要美国霸权不崩溃 美元霸权就不会崩溃 总而言之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做节目以来 有很多朋友在后台跟我讨论 如何应对美元霸权 我总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我认为要打败美元霸权 绝对不是一个纯粹打败这张纸的问题 而是打败整个的美国 在这场战斗中 仅仅有经济实力是不够的 仅仅有金融的实力也是不够的 而是需要有政治的 军事的 科技的 文化的 各方面的实力 所以我们如果要描绘一张打败美元霸权的路线图 那将是一个关于国运昌盛的综合立体的路线图 所以一句两句话我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我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所以让很多朋友失望了 接此机会向所有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朋友说一声抱歉 谈到这个话题我要非常庄重的透露我的一个小秘密 同时也是更正一个我故意犯下的错误 我故意犯下这个错误 就是因为在我的脑子里面 美元霸权不仅仅是美元霸权 而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什么错误呢 我们下一章再说 好现在就是第159章 上一章我说到了 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犯过一个错误 是个什么错误呢 我在过去100多章的节目里面多次说过这样一个观点 在国际贸易当中只认美元 别的货币大家不认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但是呢又是准确的 所谓不准确是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讲不太准确 所谓准确是指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还算是准确的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从我的表面意思上来分析 所谓国际贸易上只认美元不认别的货币 那就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上使用美元占的比重应该接近百分之百 或者完全就是百分之百 事实情况与这个百分之百相差很远 目前在国际贸易当中使用美元的比重大约在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一半都还不到 剩余的百分之六十的比重被谁瓜分了呢 其中欧元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三 英镑占了大约百分之七 美元欧元和英镑共占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比重 剩下百分之二十的比重由其他一大帮子货币瓜分 每一个货币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的小 日元大约占了百分之四的比重 加拿大元大约占了百分之二的比重 接下来是人民币大约占了百分之二的比重 剩下的那些货币占的比重太小 我就不一一的提起了 这个比例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说的数字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总的趋势就是美元占的比重在缓慢下降 相应的美元以外的各种货币的比重在缓慢上升 其中包括人民币 但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的比重也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最好的情况下超过了百分之二 大多数情况下在接近百分之二的位置徘徊 所以我们说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路漫漫其修远积 回到我们要说的话题上来 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 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结算的过程当中 有百分之六十的比重是没有用美元的 而我在过去一百多章的节目里面多次说过在国际上做生意 大家只认美元 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可是我却故意要这么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的节目是力求通俗易懂 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把有些事情简单化 如果一上场就把事情的详细情况准确全面的表述出来 往往让人感到头晕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 其实就是美国霸权 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当中 虽然有高峰时期的将近70%下降到了现在的40% 但是在国际上称得上货币霸权的只有美元一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当中所占的比重 跟美元的差距不到10个百分点 单纯从数字上来说 它的比重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欧元霸权这个说法 也没有听说过货币霸权问题上 第一位的货币霸权是美元霸权 第二位是欧元霸权 逐如此类的说法都没有听说过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 欧元仅仅是在国际货币结算的比重很高 但是它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 根本与霸权两个字毫不沾边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当中 哪怕是说错了 哪怕是有人想故弄玄虚 也没听谁说过有欧元霸权这个词 我估计我在这里说欧元霸权 把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成一个词 是在所有的分析文章当中的第一次 这说明全世界人压根就没想起来会有这回事 可见欧元离欧元霸权有多远的距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 货币霸权不单单是货币本身的霸权 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综合实力的霸权 我们说在国际贸易当中 大家只认美元 别的货币不认 其实表达的本质含义并不是说国际贸易当中 百分之百都只能使用美元 而是说每当遇到美元和与美元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认真的掂量一下美元背后的那个国家 美国 如果你选择使用美元 那么一切OK 生意继续做 如果你稍微动点心思 想不选择美元 它不是绝对不行 但是你要三思而后行 一不小心就会大祸临头 我在前面的节目里说过 伊拉克战争的根源不是因为石油 而是因为萨达姆打算卖石油的时候用欧元来结算 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仅仅是脑子里面动了这根心思 还没来得及实行 只是对外部世界透了一点分 结果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利比亚战争 利比亚战争也是这样 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由此也葬送了性命 那么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呢 我们下一章再说 那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有风险 会不会有萨达姆和卡扎菲那样的风险 下一章的时候呢 这位专家会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那从我刚才所读的这三章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说在美国把美元和黄金断钩之后 美元还能够成为国际结算货币 美元还能够成为美元霸权 同时我们也明白了 为什么说欧元和美元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呢 欧元和美元之间的这个地位差别 却有如此之大 现在我们初步就能够想到 人民币现在所占的份额 只有百分之二 即便是人民币所占的份额 达到了百分之二十 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人民币恐怕 也并不能够形成人民币霸权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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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